他在這 對 小時候就這麼可愛 老師翻閱著多年前的畢業紀念冊 照片裡頭穿著紅色上衣的男孩 就是如今有亞洲貓王美玉的 我國奧運體操選手唐嘉宏 從小被診斷出過動症的他 卻因為一部電影從此改變了他的生活 比較好動 媽媽有帶他去看醫生 大概就類似我們現在說的過動 後來是看到了電影 翻滾板男孩 他就知道我們這邊有體操隊 所以就跟媽媽搬過來 宜蘭住 練體操的過程不僅媽媽支持 就連從事鋼鐵相關產業的爸爸 更是利用自身專業製作器材 提供兒子練習 雖然練體操起步時間比同齡小朋友晚 但他仍讓體操隊的學長 即便過了十多年 仍對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曾經都會做出連學長 都不太會敢做的一些空翻 比較不一樣的花式體操 唐嘉宏異高人膽大的個性 身受旁人佩服 只不過他也曾經歷生涯低谷 他只是做個翻滾 車翻滾板砸下去之後 他在空中叫醫生下來 一落地躺在地上 就跟我說老師斷掉 2023年2月份 唐嘉宏參加國內舉辦的測試賽 在熱身動作落地時 左腳阿基里斯劍近全斷 當時醫生估計 他將錯過成都市大運 及杭州亞運 更有可能影響 2024的巴黎奧運 只不過最後他克服了傷病 遲個半年再度重返賽場 一路上過關斬將 傻如奧運競技體操的決賽舞台 5號也將在全國觀眾面前 在奧運金牌的舞台上 再次大展身手 三立新聞黃國瑞紅瑞里宜蘭採訪報導